那想要問一下Grace 妳會覺得以上的有羊妹妹 有老虎 水牛 獅子 還有貓 以上哪一個動物是比較受他人 比較歡迎的 那我們可以先針對特質 去做一些顯現 顯性的一些了解 比如說像秀惠姐她是獅子 那獅子她的個性特質 其實就是 王者為王這樣的氣場 對 所以她全身就是有一種氣勢 所以妳現在要去把秀惠姐舉起來 愛你叫我摸摸 其實我外表像是獅子 說話很大聲 那你們一定都會覺得 我是很容易生氣的人對不對 其實我 我屍底下真的啦 我沒騙你啦 我屍底下很不會去跟人家 爭論 計較 沒關係 慶祭可以過就過了 我就不會去很計較這樣子 所以我屍底下是很好配合的一個人 我可以去配合人家 譬如說你跟我去逛街 你不要怕我說在旁邊 有的人挑一個東西可以挑很久 然後我一直在旁邊 她會一直說秀惠姐 那個壓力很大 你不要生氣喔 我馬上好 我就說沒關係 你慢慢挑 反正我都很容易配合她 就這樣子 所以屍底下人家會覺得說 妳的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獅子其實相對他們個性 很照顧朋友 對 然後秀惠姐的個性應該 就是如果是獅子來看的話 她就是很害怕 很慷慨 但是很討厭 囉嗦的人 對 對 所以相對他們也缺乏耐性 但是有很大的主導能力 你是同僚嗎 我不是啦 我平衡 她本身是寵物溝通師 是喔 對 她可以跟寵物溝通師 明天開始 妳現在是說秀惠姐是寵物 沒有 怎麼會 妳怎麼會這樣覺得秀惠姐呢 怎麼會這樣說呢 怎麼會這樣子說呢 我是說丫頭似的 就是像李蜜的話 她是水牛 大家對水牛的認知就是 任勞任怨 然後覺得水牛好像 很沒有供給性 但是其實水牛的特性 看李蜜是不是這樣 就是牠們 然後做事情很有規劃 那你如果今天想要去玩 或者是工作 你對這件事情的付出 跟看待的程度是一樣的 我會 就是要出去玩 我都會先想好說 我要去哪裡 去哪裡 要安排好時間這樣子 要照規劃走 OK 然後像丫頭的話 貓咪 牠是貓咪 貓咪就是一個 讓男人又愛 然後也怕的一個特質 因為牠們上一秒很撒嬌 但下一秒可能就 翻臉不認了 真的 貓是這樣 對 牠會瞬間 急歪 好準 好準喔 連順到那 好 但是貓咪呢 牠們通常這樣的女生 牠們很獨立自主 也會讓男人覺得說 好有神秘感 然後牠很能夠打理自己的生活 但可能上一秒 兩個人感情很好 然後下一秒 可能貓咪的女生 就會不接電話說 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我需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這是貓咪的特質 妳根本就消雜坡 對 不是 就是要順著我的毛膜 牠如果一這樣嚕我的麻 我就會炸掉 就是要順著我的毛膜 我就一切都很OK 順著麻 我就萬事OK 牠只要一嚕 就是什麼都不OK 所以我很好理解的 沒有耶 沒有 很少聽到 有這種聲音的雙重人格 對啊 對啊 妳說我三雞雞啊 對 來 嘩嘩嘩 夸夸 夸夸 好的 有很多人說 個性可以決定你的生活模式 所以這個動物都是喜好群居的生活 也不一定 有一些是喜歡獨自的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 聽說秀慧姐 妳是私底下是怎麼樣 很沒有安全感的舒子 對啊 我私 我私底下我感到 我私底下比較像貓 因為我不敢一個人去逛街 去買東西 自己也去坐車 或是去坐飛機 這個我絕對不敢 真的喔 甚至於因為有一個節目 我就是不敢去 因為我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所以我就一直到現在 遲遲都還沒去上另一個節目 沒想到 以前你們要跑工地秀 或是什麼的這種 不是都要自己 對啊 那個時候都請司機 請司機 對 OK 好的 那子晴呢 我的話 因為我自己其實滿 獨立的 因為貓其實很不喜歡人家打擾牠 對 我覺得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像我以前是可以跟一群朋友 就是玩很開心 而且我是每一天都要找朋友 都會問說 你今天在哪兒 今天要集合了 所以就是以前都是 每一天都要跟朋友見面 可是我現在就是 我朋友找我 我就說我想想 但是其實我根本不想去 我就是想待在家 然後就跟貓一樣 不想要跟外面人 有太多的聯繫 所以我想就變得很像貓 喜歡一個人生活 很享受這種獨居的感覺 結果牠現在很喜歡獨居的感覺 但牠結婚了